大家好,我是Hank 大家好,我是婷婷 我们来到这个下集 廖志峰的下集 我想要请问风哥一个问题 风哥,风哥现在 家里我只能回答一个问题 因为你只请问一个问题 没关系,我可以有无数个一个问题 风哥不要这么小气嘛 你觉得你是一个任性的总编辑吗 任性的发行人吗 你觉得 其实我以前不会特别标榜任性 或者不想标榜 是因为这样可以 比较隐藏式的做事情 但是你不管怎么做 或者怎么伪装 大家也知道你是任性的 所以后来我想说 好吧,就任性到底吧 那当然是任性 因为我自己做的书 我会选择作者 本来就是跟别的比较不一样 那我会挑自己觉得喜欢 你挑自己喜欢的 的作家 或者是挑自己喜欢的议题来做 通常是议题 作家有时候不是那么可爱 但是我挑议题 但其实对我来讲 以你的个性 你应该会出很多 很小说类的 比较 你知道 是 比较浪漫一点点的 但 其实 没有 应该这么说啦 就第一个 有一个选择 或者是一个市场的 或者个人的一个区隔的一个问题 那我自己当然也喜欢读小说 那说是能够打动我的小说 也没有那么多 然后但是 你讲做的 其实别人已经在做 你也不要去跟别人竞争那一块 那刚好这个时候 捕捉这个空缺的 反正就是一些 非小说的这些作品 然后它其实就是很深刻 然后很特别 那个会打动你 所以我挑书 我当然做书 有我的选择的一个困难 我通常觉得 不能打动自己的书 我也很难说服自己 去把它 做出来 OK 那你有在考虑那个销售量吗 其实每个编辑 没有人故意要做 只卖一本书的啦 除了那本书叫圣经 就是你只要一直 硬一直硬就可以 但我们当然觉得 一本书出来 不会是这样的一个数字 但通常它的数字 就会超过你的想象 其实通常大家都觉得说 我做书 好像故意做得很硬 然后其实大家对我还是误解啦 我有时候有做很软的书 可是我做很软的书的 那个卖的数量 跟很硬的书 没有什么区别 或者他们也觉得 你的很软的书 跟别人很硬的书 其实还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我后来也不去想 什么是软 什么是硬 我觉得挑自己 觉得有兴趣的 有把握的主题 去把它做出来 我在想所有进行创意工作者 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就是当你的理想跟现实 有一些差距 有可能这个差距 还蛮远的时候 你是怎么样对应的 或者是说 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你 还是说 其实是你的个性 不服输 或是赌徒的个性 去支撑这个东西 其实我想主要是个性 第一个当然就是 不服输 不认输 但不服输 跟不认输 跟赌徒之间的个性 我想赌徒的性格 其实也没有那么强烈 是因为 当你是一个赌徒的性格的时候 你会做 看得很准 或者很有把握的事情 然后全部去下注 那我的意思是 我看到一个题目 或者上一个作者 我觉得该做的 我就会去做 那如果那个是别人 还没做的 那我会认为 它也不见得是 很长销 但我觉得它就是会 补出这个出版的一个空缺 而且我也相信 事实上 应该会有读者存在 而且我觉得 我们的阅读的口味 或者我们的视野 可以再开一点 不要太集中在 某几个地区 或者某几个作家的一个 这个部分 你觉得你是一个真诚的人吗 我觉得我是一个真诚的人吗 我大部分的时候 觉得我是 但我通常遇到 有一些不太想讲的时候 我当当做 我想人不会永远 真的是 比如说有一些议题 或者当你在一个群众里头 你可能不想去触怒别人 或不想去接受 那部分的时候 你会隐藏你自己 可是我觉得 你就是一个真诚 我觉得我是一个真诚的人 你会想做出这 做出这件事情好了 如果那个不是打动你的 如果不是你喜欢的 我想你是不会去做的 就你不用花那么力气 因为没本书 花你的时间 你的精力 你事实上 那个部分就是 我想是吧 我觉得我大部分的时候 是一个真诚的人 那你觉得 这个世界是虚减的吗 这个世界是虚假的吗 这样说 我是没有想过 世界是不是虚假的 但是我 但如果觉得世界是虚假的 我大概已经现在 你现在看到我可能 在灵机蚕丝里头 在敲 敲 敲目鱼了 你为什么要摸 什么Hot Call的问题 没有我只是 因为我觉得 我自己的感受是 风哥是一个 非常真诚的人 那我就会想要理解说 当一个非常真诚 在对应这个世界的人 他会不会 常常遇到很多挫折 因为这个世界 是如此之虚假 我这是我自己 这其实是我自己的 自己的投射 所以我会问这样的问题 通常一个人问 问一个问题 就代表他心里面 有曾经想过这样的问题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遇到难搞的作者吗 不见得是难搞的作者 又说是一个环境 那我觉得 应该是说 人在这个社会化的 这个过程里头 你有一部分 你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我觉得 不管你自己 接受到什么程度 你妥协到什么程度 你自己真正的一个想法 或者你自己的底线 其实那个部分 是比较不会变的 那如果哪一天 那个部分都变的时候 我想你就是自己在变 那我觉得这世界 当然是一个 我们讲这所谓的人文化成里头 本来有很多就是一种 协调之中出来的 一种生活的一个模式也好 本来就有一部分的 程度的一个虚假 包括人的一个应对 或者像网络世界 好像很真正 事实上也很虚假 很多假账号 假人 假情感 假符号 都是 但我觉得 你习惯这样的一个虚假 但是我觉得 我们尽量还是用真诚 来面对 因为我觉得 真诚可能是处事最好 对我来说 是一个比较省力的方式 我觉得是一个省力的方式 我觉得 我不太有力气 不太想花力气 跟时间去跟别人 进行那种虚假的那种 联谊 或者是那种 沟通 对 我觉得那个 很累 我觉得干嘛 浪费这个时间 生命这么短暂 就你还有很多 美好的事情可以做 干嘛 要花这个力气 那我接下来的问题是 人的存在 对你来说 是什么 人的存在 对我来说 人的存在 对我来说 就经常会让我 看见我自己的不足 就让我看见 自己的愚笨 其实是 我经常看到别人 怎么会这样处理事情 这样想事情 然后你怎么会 没有这样想 我觉得别人的存在 有时候 对我来说 是一面镜子 但我觉得那个镜子 通常照出来 就是你自己 是多么的 就是这种与众不动 其实有蛮憨吧 我自己觉得是这个样子 因为我觉得 我自己在应对 我经常跟朋友 在一起的时候 我经常做的 选择或者一些行为模式 就不是很 利落或者很聪明的 但我并不是要 故意表现成蛮憨 而是我也想表现出 很利落很厉害 但通常就几乎不是 但我觉得人也不会 没有办法完全 单独的一个存在 就是我们在 好 我喜欢在城市里头 我行走 但城市里头 我虽然保持一种 树立的状态 但是我还在一群人 里头生活 有感觉到人 但我觉得还是 有一个距离 这个距离是让我可以 自在或者呼吸 那我想人很难 脱离群众 那我觉得人 我们终究还是一种 群聚的一个动物 但是我是想在 这样一个群聚里头 也保持自己 比较真实的 真诚的自己 我不想失去那一部分 因为大部分时间 可能 要在群众里面 always讲一些 政治正确的话 或者是 就是 大家想听的话 其实是很累的一件事情 是 所以我有的时候 就是现在 我现在的一些场合 跟聚会 能够 能够 不去的时候 我就尽量 不去啦 我觉得那个时间 我留给自己 喝酒 看电影都好 对你来说 忠于自我是很重要的吗 我觉得是 因为你骗不了自己 就是我觉得 不过你每次 就是勉强自己 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你都会很懊恼 自己干嘛花 一晚上 两个小时 或者是做什么一些 然后讲一些 一些也没那么相信的话 然后跟不是很愉快的同伴在一起 我觉得何必要花这样的一个时间 我觉得生命这么短暂 你是一个诚实的人吗 不是一个诚实的人 大部分的时候 我必须说大部分的时候 你最不诚实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最不诚实的时候 可能隐藏对你的恶感 或者隐着对你真正的一个批评 就有些场合事实上 我觉得你不会把 真正对人的一个想法 讲出来 这是我觉得 我自己最不诚实的时候 或者你必须跟不认识 或者讨厌的人握手 但是有时候在公开场合上 你又躲不掉的时候 你就 那我们现在想跟你握个手 好 很勉强 对 很勉强是因为距离的关系 但是因为今天我喝你的酒 我觉得我还是 很乐意的跟你握手 握手 你怎么这么无聊 没有 你是毛病吗 没有 我只要理解一下 他如何应对这个世界 没有就很自然啊 行走江湖30年了 是不是 没有 我觉得活到现在 或者行走江湖 我觉得真的是意外 就是 我真的必须想 人充满了意外 就是你从来没有想到 在这个出版社会 待这么久 而且在同一家出版社 因为我们在刚才私家聊天 聊到屁股这件事情 然后我想 我就是 我就是内栋大佬的老屁股 就是内栋大佬 已经没有人的屁股 像我那样坐在位置上 坐那么久的一个人 但我觉得人生 就是充满了一个意外 那我后来觉得 很多事情 就是命中 我后来真的 我相信缘分这件事情 或者命中住进这件事情 我也相信人的磁场 这件事情 不管是好的或者不好的 就是遇到总是有它的道理 那你遇到你不喜欢的 可是你又必须面对的时候 可能就是你必须要学习 跟调整的 而那就是你自己 可能最欠缺的吧 你在工作的一路上 有人问你说 你怎么还没换工作 是 对 那我觉得是 有吗 对 你的同学或者是 家人或者是朋友 有没有人会问你说 你为什么还没换工作 我们都已经换三次了 对啊 那我就说对啊 因为只有我老板受留我 我经常是这样回答 但事实上也真的是 而且因为我跟 跟这个老板 我也没有特别必要讲 但我觉得人 这个部分我真的很诚实 是因为 我相信我会难以 再去跟别人做事 但我自己也并不想当老板 但其实我现在 已经在当老板了 我自己并不觉得 就是 我还觉得自己 是一个扫地拉杯 我很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问了好几个问题 大家的提手势 就是我想问一个问题 好请座 对不起 就是假装是很礼貌 但接下来就一件 就是把你插死了 好对 你觉得在 在你现在做的事情里面 是 我记得我去年 在采访你的时候 我有跟你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 你必须要很爱你的行业 你很爱你在做的这件事情 你才能够义无反顾吗 是 没有错 没有错 那我会觉得说 在我们跟你接触的 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一直觉得说 你其实是一个 很有理想性 然后义无反顾的人 你觉得 你是不是一个 有使命感的人 在出版的这件事情 我其实应该这么说 很多事情 我都是没有 自己特别去意识到 因为当你意识到的时候 你难免就有点 给你有点 给拜这样的事情 但是后来是我朋友 其实就是一个很尊敬的 老大哥 老补大哥跟我讲 就是说 出版就是我的宗教 补大宗 对 但我后来觉得 其实也是因为这样 我觉得我必须要做什么事情 然后别人没有做 我也不想跟别人一样 然后我就觉得 必须就把它做出来 那的确就是一种使命感 但我觉得这种使命感 并不是因为 它是完全没有市场 而是我认为 是这样一个议题 应该要被开发 应该要被重视 我不相信的是 没有人觉得这样的书重要 我不相信是 没有这样的一个读者 难道我们都在读相同的东西吗 但怎么可能 就我们的脑袋 我们的个性 我们的事也不一样 我们的选择 怎么会这样的一个 起一根起头式的平等 这是不可能的事 其实 我们从来没有 刚刚没有前情提要 为什么我们有那段影片 对不对 其实是我19年的时候想 我想要做总编辑的视角 就是寻找阅读的意义 然后采访很多总编辑的视角 为什么他要出这一本书 那我有一个 内心有一个标准 就是说 我如果要去采访总编辑 那我希望他出的书 其实都是 在市场上 他讨论的 探讨的那些议题 或者是他书里面 探讨的很多事情 其实是这个市场上需要的 但是却被这个市场上忽略 大家都 其实 一时忽略的 不见得是永远忽略 但是可能 刚出的时候 不见得 一出就 就会跑到哪里去 他们只是忽略三十年 这是为什么 大家说 你如果好像这几年 才出现在出版这个江湖 我已经是行业三十年了 但是 你说一时忽略 我也 我并不觉得说 那个真的完完全全的一时 因为 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说 其实风哥出的书 某种程度上 有点硬 就是 以一般人来说 因为你知道很多人 他在生活上面 已经很 他觉得他已经很 就是很 痛苦 然后工作压力很大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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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必须要去先解决 他自己的情绪 所以你会看到 现在市面上的情绪 关于情绪的书 是 是最多的 是最多的 或者是理财的 算命的 理财的 就是实用一点的 或是煮菜的 是 对 就是我们有一次看那个 譬如伯克来的排行榜 前十名 几乎都是跟 情绪 情绪或者是 旅 旅游 不然就是 厨艺 不然就是理财 你现在看到是鬼灭之刃 鬼灭之刃 鬼灭之刃算其中一个 其中一个 对 那 其实 还有别的选项 譬如说 隐城文化 风哥出的书 其实就是 我觉得 真的是这个市场上 很必须要去重视的 因为他有一些书 真的很有趣 你会想说 我朋友就说 他每次想睡觉 就会看隐城的书 但我 你刚刚讲那一段话 我其实有看过一句 你在某个采访中 讲过的一句话 你引用一个 好像是法国人讲的一句话 就是出版 其实是一种抵抗 是 是 你觉得 你觉得这个是你的信仰吗 应该这么说 我以前 就是 当我做这事情的时候 我背后并没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谚语 或者是一个既定的 观念在那边支撑 可是 你是事后回想 那个态度 不只是出版这件事情 我觉得人的存在 包括自己的存在 自己在这个行业 你觉得 其实我们就充满一种 抵抗的一个姿态 我不愿意跟别人一样 就好像 我在上一集讲 我是个作品 我为什么要改 我也是可以活到现在 但左撇子的确带来很多不便 比如说像写生那件事情 比如说像当边的时候 因为我是左撇子 我打把会打到别人的把 因为我们要错放枪 然后就被 就是因为我重心就是不一样 所以别人是满把 我自己的把是零把 就是面包 所以你当然会造成很多的不便 但是这是真实的 发生在我的状况 我那时候打错的时候 自己还没有感觉 哇 自己的枪把好准 就打到隔壁了 对 打到隔壁了 所以完全不是自己的把 因为你的重心就是 左边的重心嘛 那我觉得并没有特别意识到 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 我们没有 我已经说我选这个没有错 这是不是好书 是是是 我为什么不能做 那为什么还会做不起来 那我们当然会去 每次都会在检讨这个问题 他其实或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他或许不需要检讨 但是我觉得人会不停的一个追问 你就是想说 你还是会想要捶墙壁 你还是会想要捶沙包 会不会这些东西 在 就像艺术家一样 有一天你往生之后 他就会变得非常值钱 对 就像反骨在生前 他画画其实没赚到多少钱 其实这个我懂 所以我想我在这世界上 不被理解也是应该的 对 有一天有一些人会怀念 对 曾经有一个出版人叫廖志峰 对 可他那峰可能还写错了 对对对 他出过一些酷的书 我还来不及跟他修正 对 你说金字旁会疯吗 对 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可能就 好 比如说我们按照一般的规矩 在看自己的书都不合 但我在想更长的时间来看云辰的书 它的价值会不一样 但这其实是我自己选书的一个标准 我自己对自己的一个把握 他就是当然 好 我只能说因为我通俗 反正我已经赶不上了 我赶不上通俗跟你说 我干脆就慢到底吧 我们上次哪一部电影 我忘了 现在记忆很差 你看他不是倒退走 就直接到终点吗 就那部怎么慢动画 方程 大娱乐家吗 就那部动画就是有一个密码 就在进入虚拟的世界 方程式吗 还是什么 他就大家就是拼命要往前走 要达到终点 可以拿到那个钥匙 就后来第一个过关的 然后不是倒退走 就直接到了终点吗 所以这个电影 我后来想 这个电影其实还蛮有意思的 就是当我们在追求速度 追求的时候 其实我们永远不符合别人的期待 那我又何必符合别人的期待 那我就做我自己 那你当然如果说别人 你如果不符合别人的期待 你又怎么能够期望 你自己在世俗里头 得到应有的一个位置呢 就如果这本来就是你的选择 对 我这样讲 当然算是自我安慰 所以你在某个程度上 是不是在赌 所以你往后走 最后是可以走到终点 那反正到了终点 你也非走 你反正已经也到终点了 这也没什么好赌的吧 好不好 因为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不管怎么样 人都希望走到终点 是 对 就你不管 你现在是不是真的把他当赌徒啊 没有没有 我只是在问他的一个心路历程 是 就是说 我们生下来就是希望有个目标 然后去达成 是 任何人都一样 就像打电动一样 又有一个关卡要过 是 对 但你知道关卡在那里 对 但大部分人都是 就循序渐进的去往前走 对 但当你发现走不赢别人 你就往后走的时候 你是不是在某个程度上 是赌你 慢慢往后走 总有一天也会走到这个 应该也不是赌 因为我的意思说 反正每个人有自己的一个 行进或者前进的方式 如果这个社会 这个世界不适合你这样走 那你就会照自己的方向走 那反正错也就错了 我意思说反正错也就是错了 那我做书到底对还是不对 其实怎么说呢 我觉得我自己对自己的把握 就是说这些书 在更久的时间里头 会有独自在看到他们的一个价值 而这价值其实在这么短的一个时间里头 其实很多人可能还来不及认识 就我觉得人生有不同的 生命的历程跟阶段 当你觉得一本书好 是因为它可以达到你 那我的书没有达到你 是因为你还没有看见它的好 那但这不是你的问题 因为有的时候跟你的生命 必须要有所感应 这也不是说那长教书不好 因为它一定也帮助很多人 它的确也是需要的 心灵的实际的 那的确有帮助到你的需要 那我做的很多书 你在实际上看不到它真正的一个需要 但它可能重现某一种时代的 大家所感觉不到的一种时代的精神吧 我是这么想啦 那也许过于成高层的这个意义 但我不晓得 你觉得你今天有这样的想法是 自我感觉良好还是自我放弃 没有是因为红酒的关系 什么啦 你说放弃也 自我感觉 但我觉得自己的肯定 自我的肯定 其实对我来说 是做出版这一行很重要的 好 然后自我放弃是因为 我这个放弃不是对我放弃这个职业 而是放弃辩解 OK 我跟你说 风哥 我完完全全能够理会跟领会 你现在的感触 是 完全 真的 就是 那我刚刚问的这个问题 或许有点没有那么礼貌 但是我 只是想要 对 你只是假装不礼貌我知道 对 我只是想要去分辨那个差异 细微的差异 但是的确是 因为我的确有放弃辩解 但我觉得放弃辩解是解释的 不是 对这世界有的时候 其实 好 你看你为什么是选这一区来 为什么 好 我找房子 为什么要 找这一区 那我有我的 我觉得 你说任何事情 背后都有一个系统 这个思维的一个过程 那你没办法跟别人 讲到那么细 懂你的人 其实甚至也不用 讲太多 点一下就懂 那不懂的你怎么讲 也都 不会懂 不会懂 所以这是我 因为我觉得时间 但我对而来说 所以 就是时间这件事情 我很在意 我不在乎金钱 说真的 我没有那么在乎金钱 但我很在乎时间 所以我 我在乎别人 浪费我的时间 或者这样 我在乎 我花时间 做在不值得的作品 或者人身上 其实这个是我真的很在乎的事情 这样有回答 有有有有 这个很解开我蛮多 最近的疑惑 因为我最近我老婆常在问我 一件事情说 我到底为什么要做一个concept 让所有人都懂 然后我就说 你既然要做个concept 为什么不让大家都懂 他就说 我没有办法同时把一个concept做好 又同时让大家懂 这本身是相违背 然后我就忽然就脑袋进入一个状况 就是说 是不是这件事真的是相违背 就是说你的艺术价值跟商业价值 是不是没有办法同时存在 但会有很美好的时候 有时候就还是会match 我就说有的时候 其实最好的就是 当你做一个事情 合乎商业跟艺术价值的 是可以同时match 那就是人生最美好的一个阶段 其实就是费城 你们都喜欢看电影 你们看到费城 那个最感动的那段陈述里头 就当一个律师 他又可以实现争议 又可以打赢官司的时候 那不就是最爽的时候吗 对出版人来说就是啊 对啊 但是不是那个只存在电影里面 所以我要证明 他存在在我的人生里头 所以你用了一辈子来读吗 还没有完哦 才三十年 是不是 对 风哥都可以继续战斗下去了 是不是 没有我很喜欢 听他讲 你知道风哥你前几天 前几个礼拜吧 是 你在脸书上po了一本书 叫是礼节的 试试是礼节 思想没有家总是在路上 对思想没有家 永远在路上 永远在路上 听起来超级浪漫的 书名不可以说错 是 我们等一下会 等一下会有连结 你知道光那个书名 我就完全被打到了 因为 其实是 很多人讲它是一个概念 但是它其实有另外一个解释 叫思想 它本来就是一个流动的 对 它其实你没有 思想是不可以怎么解释 而且它是变动的 而且你知道礼节那么多书里头 这是他自己下的书名里头 我最喜欢的 而且完全是 折负于他的天才 那我觉得他 他自己的思想也很流动 然后他自己写法也很流动 那很多人问我 为什么喜欢礼节 一直做礼节的书 因为我觉得我看他的书 总是可以有一些 启发 那就是我们以前 中文系人都很喜欢讲 诗经啊 讲什么 风雅颂啊 复笔心 礼节的书 其实就让我想到笔跟心 这两个关键字 它有一种排笔也好 它有一种比喻也好 但它事实上更重要在于 心 它让你去想这本书 或者它在文章里头 它点到的观念 你可以不同意 你可以完全不同意 但是它会让你 往你一个方向去想 它那本书 你刚才讲的那本书 其实我有时候 其实也没办法 我看完了 但是我后来就是 随便看随便翻 因为每一次 我都会看得哈哈大笑 就是他这样解释很有意思 但是对一个学院的人来说 他那样是完全不符合 学术规矩的 是不值得出版的 我会这样讲是 李杰我做的第一本书 一做就很畅销 那本书叫百年风雨 那当年那本书 其实李杰的书名叫 萧雄于士林 那他那时候 他在香港自费出版 我看到那本书的时候 我非常生气 我想这本书那么好的书 为什么不给我出 我已经把它出过很多书了 那我就拿来台湾出 但是我拿到台湾 重新出版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要求 我就要改他的书名 我说这个语境 跟我们实在太陌生 而且那时候刚好 中华民国一百年 那我想这中华民国一百年 这一百年来的风雨飘了 然后我们那时候叫 《青彩一百》 我想其实风雨飘摇 所以我就用百年风雨 那那本书后来得到很大的一个 回乡 对 然后跟畅销 我说到现在都还在卖 但我觉得李杰他那本书 但是我在做那本书之前 其实我先请一个学者帮我看 他就看这种写法 完全没有学书规矩的 这个其实是不行 但是我反而喜欢这种很深刻的一种写法 他的人物他写当然很有情感 但我觉得他带我自己特殊的一个观点跟观照 那我觉得那个其实很有生命力 那很立体 但有时候当然会过于主观跟偏激 但对我来说一个人本来就不是一个文人跟圣人 那其实他就是带他的观点来书写 来看待这个世界 我其实还蛮喜欢带有偏见的人 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年纪到了一个年纪 到了一个年纪越来越喜欢有偏见的人 对 个性啦 我觉得就是有个性 有自己的想法 然后坚持自己的 有自己的观点 就如果你能够提供一些独特的观点 在某些程度上你可以 如果当个朋友 你可以带给我们更多的刺激 我不一定要同意你 但是我可以从你身上学到一些 完全不一样的想法 那我有给你们这么刺激吗 有 很多刺激 很多刺激啊 哇 你知道我们 其实每天只要看到你的脸书啊 是 都很开心耶 也就是我写废文吗 没有 就是你有一种 你其实是有一种你自己的生命态度在里面 是 其实是有的 如果你在 你的脸书很丰富啊 我不是说你时而感性 时而理性 时而调理分明 时而多愁善感 你讲得好像妥衣舞那样 哈哈哈哈 没有我觉得 我觉得幽默的最高 幽默的最高境界就是 治愈于人 我觉得风哥在脸书上面就是 大部分的废文 都非常的有趣 至于是因为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调侃他自己做了一些 他自己觉得很蠢的事情 那其实很有趣很有趣 你就是特别性感的嘛 回忆舞娘 所以你看完 看完这一集想要follow廖志宫 我们等一下连结在这里底下 我们 我们这里底下到底有多少连结 我们的很多连结 那我再问啊 就是说 我们超多问题的 真的 问题而通 为什么 问题而通啊 终于找到一个出口 你们怎么老是不放过我 为什么没有 到底还没有录完 没有很多人问我们说 为什么 你们要做这个节目 是 然后我们就跟他说 因为我们有话想问 就这样而已 没有这么多 计较跟没有这么多 说一定要 老子这么老了还需要当网红吗 不是嘛 可是我想啊 哈哈哈哈 没有我们就 单纯就是 哈哈哈哈 没有我们做的 我们做的节目 如果有红 有红就顺便红 但我们没有 但我们这个初衷就是 觉得有一些话想讲 但是很有趣啦 我觉得其实 你看采访人生 我觉得这有种采访人生 自己的 别人的 然后一个对照 有一种 互相鼓励 互相感应 我觉得那其实是很棒的事情 对啊 我觉得做节目 像我们最多的现在 鹏哥是第13集 我们做了13集 每一集其实都非常有收获 就是从来宾身上 我们都看到了很多不同的 不管是自己的弱点 自己的强项 或者是来宾厉害的地方 我们自己不足的地方 其实很多时候真的是 给我们很多的反馈 那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而且还可以喝酒 这多好 重点是可以喝酒 对 但来宾得到什么呢 来宾就是得到酒喝 来宾很后悔 他曾经在那边当老实书 没有 来宾啊 其实应该也是会开心 为什么 因为 没有什么机会 可以让他当老实书 是 对不对 可是我跟你讲 你知道 我觉得风哥出的书哦 除了 我们刚刚提到那个李杰 我比较好奇的两个部分 一个是说 为什么 你出的很多的书 都是中国的 作者 就是第一个 然后啊 你知道我现在手边有两本书 这两本书 一本 一本是 那个 举哈斯 玛格丽特举哈斯 她是一个 法国人 是 法国作家 法国作家 举哈斯 玛格丽特 她的书 女权主义者吗 对啊 是 女权主义者 然后 重点是 她的书 只有一本 是在允城文化 而且是 重点是 这是她最精彩的一本 这本是她最精彩的一本 我觉得好酷哦 这本叫什么名字 情人 这本叫情人 然后 她也有被 那个改编成电影 就是梁家辉演的 梁家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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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 我就说 那个时候我们很小啊 红董布林 驾东万狗 都是因为 梁家辉的屁股 对 今天遗漏 今天遗漏了 那个屁股 这是一个 然后第二个是 卡妙的书 三幕剧 误会 卡妙的三幕剧 她就 诶 这厉害了 因为所有卡妙的书 只有这一本在云城 是 其实这个是有脉络的 就是 我当年来云城 就是因为云城 有一套书我很喜欢 叫经典文学 那经典文学 本来就介绍 当代世界 各国重要的作家 那时候 其实台湾的作家 台湾的翻译作品 大概是以英美 为主 其实那个时候 其实像 曾树老师规划的那个 就是英语系 以外的重要作家的作品 那所以 那这个会讲到 这个讲到情人 是因为我们有这个 经典文学的系 当然是国外重要的作家 那有一天 我的同事 他就看到 举哈 他想做 从做情人这本书 那时候有色 严谨他也做了很多 但是我们就先签了这本书 因为情人 但我对情人很熟悉 其实因为我大学的时候 我的小说报告 我就选了情人 那我当年 我当年读的情人 为什么 当年的情人是什么 出版社出版 志文吗 不是应该是 可能是文青社吧 很早 但是他的翻译者 是很有名的前辈 叫胡品卿老师 所以我当年读的情人 是胡品卿 那当年 其实那个生命的情境 你在读情人 是读得很陌生 可是我那时候读得很认真 那我在做报告的时候 我都还记得 我今天那个报告 我就说 情人当然是一个对象 但是我觉得 他用情人来说 这情人也是一种关系 那我一说情人是一种关系 是因为情人 在这本书里头 他写到举哈斯 他妈妈对他大儿子的溺爱 然后举哈斯 他的大哥 对他自己的妹妹 甚至弟弟 都有不同的 他有很多的一种 暗示 我觉得暗示 跟性跟暴力 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那个时候 其实我就用这个情人 作为一种关系来讲 这本书 那我没想到 多年以后 有机会做到这本书 那这本书 其实很重要 是因为这本书 是举哈斯的传记 那举哈斯的小说 其实很不容易读 是因为它其实 已经带了 法国性小说的 一个味道 所以它其实 有很多东西 是比较偏断的 它的叙述 其实没那么枯燥 它有大量的一个留白 那这本书 因为它是一个自传性的 所以它后面有个时间的脉络 有它生命的一个历程 有个实时的对照 那它的很多的小说 在这个情人这本书里头 你可以找到 章节的一个对应 包括小说人物的 人形跟雏形 在这里本书 都可以看到 它又可以还原到 当年的举哈斯 他们家一个法国家庭 在一个殖民地 生活的一个情境 那这本书 它了不起的地方 那我在讲 卡缪这本误会 那这本书误会 其实真的也很特别 也是真的是其余一场误会 我很喜欢卡缪的作品 然后但是因为 已经很多人在做了 所以我就 虽然已经公版权 我也没有特别去做这本书 但是我在几年前 就是金恒杰老师 金恒杰老师过世了 她太太 李明明老师 就把金老师的一些遗稿 就整理出来 那希望允城帮她做全集 那我那时候其实也因为 季老师第一个过世 然后那个文稿要全部做成书 也有困难 那我就先把老师的作品 挑一个精华级出身 昭和丁六帖 那昭和丁六帖 老师的文学评论 有她的诗 散文小说 一家当年在台湾生活教学的 一些很重要的一个 心情的一个记事 那她的艺作 我那时候还没有 因为我先做这本昭和丁六帖 那后来就想 因为卡缪 其实金老师 她当年也是办过欧洲杂志 其实很了不相流发的时候 那时候有现代文学 然后她台大文系毕业 她是李烈文老师的高主 那她办了欧洲杂志 也介绍欧洲这些重要作家的作品 她那个时候就开始翻译 这本误会 这个三幕剧 可是这三幕剧 那时候当年只有在 欧洲杂志这本杂志有登过 那本书也这样 当然也绝版了 那所以 这就等于是卡缪的剧本 在台湾很少见的 有一个出版 大家后来有个剧作也出版 但误会这本书 因为迟迟也都没人做 那刚好金老师也翻了 而且他也算是公版圈 所以我也决定说 把这本书重做 然后让喜欢卡缪的读者 他有一个更全面的一个关照 那我觉得这些书 其实也经过了 可以经得起时间的一个检验 金恒杰是金恒彪跟金恒伟的 哥哥 大哥 大哥 是 所以是留发的 是 我都不知道有谁 他们家属人员 他们前面金明洛老师 我记得我最早读的 金格四好像就是金明洛老师翻译 但昭和丁六点 昭和丁是在现在哪 其实就是现在昭和丁 我想应该就是温州坚 那一带 台湾住在那一带的宿舍 所以现在在那附近 不是有个昭和丁的一个上场吗 卖旧物的 其实就是他讲昭和丁是他刚办 温州坚那一带以前就是 对 昭和丁 太顺街 差不多 然后台大的教授们都住在那附近 然后很多外省的移民都在那 对 就那时候过来 就是他 就是一个就是因为有宿舍嘛 对 有宿舍 那昭和丁六节就是写 那个时代的一个记忆跟气味 那金老师系你看他的 诗散文跟小顺 你可以看到他这个人的才华很洋溢 然后他的诗书写都非常的漂亮 那当年去留发其实也是 也是蛮厉害 然后办澳洲杂志我觉得也是很有抱负的 他们家三个人都很不一样 是 但我觉得那文学的天分其实都很厉害 金恒其实是做文学 法国文学 对 金恒不要是做森林 只有森林 只有植物 对 只有植物的 对 我出过一本他的生命之书 我还有去帮他拍过 是 他的人像照 那当年云成一本书卖得也很好 就要做客语林也是金老师介绍的 然后金恒伟就完全又是 比较政治一点的 但是其实我在认识他或者接触他 其实他当年的当代其实很重要的一个 思想人文的一个摇篮 其实我刚到云成的第一件事 我领了第一个月或者第二个月的薪水 我就买齐了当年的当代的圈子 所以我到现在还有至少第一集 跟一百集的那个当代 我是有权的 我觉得对我们那代的青年来说 那个是很重要的 我后来讲我人生的路 跟我念中文系的背景的差异 这么大是 因为我想我读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的关怀其实也会不一样 当代杂志很重要 是 你看他第一集要当代 是当代也示范当代 然后还介绍复刻 然后就很多重要的学派 那很多当时的学界的 留学的青年学者的文章 都在当代发表 我觉得五年级跟四年级的 这两代在当年对于 可能是因为那时候 是不是年轻的时候还没有解研 对于政治活动跟这个社会 有比较多的思考跟反叛 是 我觉得解研反而就是这样 就是 戒研反而就是 它压缩了你 但它同时也开启了你 因为这样的压缩 你会在心里头 会有一种反抗 然后你会长一种出口 你对精神 我觉得对精神的这一块 你会想要去开拓 对于视野这一块是想要去 开拓的 可是当一旦都打开了以后 就像潘朵拉的盒子 一旦打开以后 所有东西都飞出来了 你反而就不再那么神秘 不再带动启示性 然后我觉得其实就没有 我觉得那个阶段 其实到最现在来说 对身在其中的人 那个很难说 我觉得就是 受到迫害的人 失去生命的人很多 那对一些 没有受到这些迫害的 晚一点的 我们这一辈来说 其实我们的人文的 精神的土壤或者底蕴 我们是得到 那个时代的养分 那我是觉得 这是我自己的这个幸运 所以这个是幸运还是不幸 对我来说 你的抵抗的精神的一个 最早的一个 如果你要去回溯的话 我觉得我们那个精神土壤 是不一样的 但我觉得那个精神土壤 不一样 所以 这的确影响到我后来作书 我现在想的确影响到 我后来作书跟选书 或者我们面对 一种抵抗的态度 或者是一个姿态吧 你是一个反骨的人吗 我没有割 我不是那割耳朵的反骨 但是我 但我想有多少事 我觉得有多少事 我觉得其实 就是我觉得自己的个性 是有叛逆的 就是我是很坚持的 就是我这辈子 我一听从长辈改变的事 大概就是只有 用左手写书 用左手吃饭这件事情 因为那时候 你必须要跟长辈一起吃饭 你用左手拿筷子会打到别人 我只有那时候 我拿筷子是用右手 我只有这件事情 我有改过 我其他其实所有的事情 我都没有改过 我就坚持 我是一个左手的人 你会不会觉得 你在人生的很多事情上面 你都有坚持 你什么地方 你不太坚持 什么地方 我不太坚持 还是你 所有事情都坚持 不可能 一定有一些地方 你不坚持 没有 其实我觉得我都很 所以 就是 我其实没有特别去想这个问题 就是我 我高中的时候 因为我成绩不好 但我高中的时候 不晓得为什么被同学选招 当班长这件事情 然后反正经常选招了 我就没有特别去拒绝 但是到了下学期 我又不想当班长了 所以我就很坚持 然后他们又被选 又选我当班长 但我就不想 那次我就很坚决地把它吃掉 因为我就想让自己过得自由一点 我一直想 其实我一直想 我的人生想要过得简单 想要过得没有束缚 想要过得没有压力 很奇怪我的人生态度 我就不晓得这种虚无 是在什么时候开始 但我就一直想这样过什么 所以我在很多事情是不计较 那当我什么时候会觉得计较 是因为 我可能有种情绪被触犯到的时候 我就会开始计较 反正有的时候 也不是什么物质的 我记得刚到允城的时候 来了一批桌椅 新的桌椅 那可能同时就会挑好的桌椅 那我反正也不去挑 因为我觉得 反正都是要做的 我也没什么差 就类似像这样的事情 不是很重要 那我就没有特别去 那什么事会特别计较 好像 也没什么具体 就是我不管到哪边 被丢在什么位置 那我反正 我就会很习惯是在那边 我就做自己 其实我一直想做自己想做的事 那尽量想做 不要去被别人干扰 你觉得 这个在某些程度上来讲 它是 算是一种认分吗 认分啊 也有 但我觉得也有点懒惰吧 就是 其实刚才跟你讲 那种不想辩解是一样 就是你好像 就是不想去 就想花这个力气 去搞这些事情 我有时候真的是 有时候跟别人 在讲不通的时候 我就自己走开 你的父亲也是这样的人吗 我父亲是这样的人吗 他也很少跟别人争辩什么 是真的 我觉得他喝闷酒的时候 还蛮多的 我现在想起来 好像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最近喝酒的时间 也蛮多的吗 一个人 可能外人看你是喝闷酒 但说不定你自己也蛮开心的 其实我不觉得我在喝闷酒 就是我会闷着喝酒 说不定爸爸 闷着喝酒跟喝闷酒不一样 闷着喝酒 但我爸那时候 喝闷酒跟闷着喝酒不一样 对 但我现在是因为 但我想当年 父亲的那个压力 其实就是因为 有现实的那个压力 家里六个小孩 然后你看你遇到 底下情状这样的事情 然后就是遇到很多事情 那我觉得他当然 那个酒是喝闷酒 那我现在当然就是 有别的事 但我尽量喝酒 就是让自己放松 然后让自己放空 然后不要有压力 因为我特别的一个社交的目的 所以你觉得这个是 你现在有小孩吗 没有 所以这个是会造成你 没有特别想要小孩的原因吗 某个程度上 我就想保持自由跟自在吧 因为很奇怪 我一直觉得 我们终究会是一个人 我的意思说 而且我对人跟 我除了对书跟对这个行业 投入很深的情感以外 其他的我真的也没有什么 特别放入很深的 我现在想来 其实好像也没有 我都觉得我真的就是 以后会写一本老人与狗的那种 老人与狗 风哥你是一个固执的人吗 是啊 你看我有固定的路线 我有固定的一个 你讲的一次性的这种行为 我觉得我是啊 应该是说我们有的喜好 跟那个其实是很确定 我觉得喜好是很确定的 我记得你之前在跟我提到 那个余音时 你在出余音时回忆录的时候 这本书 中间是不是有一些过程 其实很漫长 是 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 好那这本书的情况是这样 这本书总共花了12年 哇它是真的12年 12年是什么概念 只有12年 工作都可以换五个了 就医务教育12年 对啊 不要说 不要说 一本书编12年 小孩都已经国中了 救命啊 这本书倒也不是什么 而是你本来就认为 不太可能 但你其实始终也都没有放弃 就本来是有一个 好中国的一个记者 他会采访云时老师 然后他因为旅费不足 然后我们就赞助他旅费 然后一开始我们以为 我们做的会是一本 那个采访 口述历史 那没想到 他花了两三年 写完这个口述历史的初稿 他就请 语音师老师改 那语老师改了很久 都不晓得他改到哪里 那有一天我就问这个作者 最早去采访 那语老师现在改到哪里 他说他就改到新雅书院 我想他已经88岁 那时候88岁 他才改到新雅书院 那后面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但我也不太敢问 因为对我来说 余老师他其实就是一座 你的意思是说新雅书院 还是在很前面很前面 他19岁念新雅书院 所以你看 所以我想说天哪 88岁才写到19岁的故事 我想说天哪 那后面到底发生什么事 然后但是又 因为余老师对我来说 他其实因为他 我说你也不是学院 也不是历史系 也不是他直属的学生 或者图子图顺嘛 我也不太敢 虽然我是他的出版人 但我也不太敢 直接去联络 我就透过旁边去帮我问 那反正就没有下文 就这样子 其实已经过了五六年了 又没过几年 又发现 有一些文章 就余老师自己写的 已经在香港的《明报月刊》 或者《21世纪》开始在登载 然后我想 这就是余老师自己写的 所以我才知道 他其实那个后来 他本来修改的时候 后来全部改成第一人 曾经自己再重新来过 所以这已经过了好几年了吧 那等到我是2018年出版的 那事实上我在2017年 就有一天突然接到余老师的电话 那个电话 其实我从来没有忘记过 所以我没有想到 他会打电话给我 然后他跟我讲说 叫我不要着急 已经过了11年 叫我不要着急 已经过了11年 其实我也不要着急 11没有用 我已经也没在着急 11年了也不用着急 他一直说你不用着急 这本书会交给我出版 那我听得非常感动 我那时候其实感动到想要快 对 然后已经11年 我其实几乎已经快放弃 但我也没有说我放弃这件事情 然后而且那个时候 其实也没有签约 老实说如果别人要去用 更高的百岁 跟他签也是可以的 但余老师跟我就完全没有立这个合约 然后我们的书是等到2018年 书出完了一个月之后 才完成我们的合约 那从头到我就是用承诺一种信任 那我2018年为了书的最后的一些确认的部分 我就带着稿子去当面跟他确认 是2018年的9月 那我后来写了那一篇有一篇的测访 登在应客文学杂志 然后我就把这过程写了一下 那那本书后来就在2018年的11月出版 那你看我当初是完全没想到 所以当那个记者要去采访 余老师的时候 我们赞助他旅飞 那我甚至为了做这本访谈录 我还帮那个作者又出了好几本书 他的书都已经出来 余老师的书还在填空 还在半路上 还在慢慢地修盖 也是允程书的 对就那个作者就是李怀宇 但是如果没有他起到 李怀宇 李怀宇 对如果没有他起这个头 事实上我也没有想过这个事情 因为我早就听说余老师是不写回忆录的 就没想到这个是因缘巧合 做这件事情 那反正整个都很不可思议 那这个也给我让我 觉得人生果然很多事情 当然你要坚持 但是你真的也不要强求 那我中间是从来没有放弃过 因为我从来也还没有离开允程 那我觉得做出允史回忆录 应该是我在允程以来 我人生所能达到的最大的一个高峰 为什么这么说 允程虽然也有很多好的书 然后允程当然有多 有白熊老师的 涅子跟提莫十七岁 但我觉得那是我的老板 帮我打下的基础 所以我可以做到这个书 那当然我其实我也做到 比如说刘晓铺的《大国陈伦》 在他得到诺贝尔和平奖以前 然后我又做到 Mondeano的小说 在他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以前 然后这两个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 然后其实也在 我们在出版的有效合约里头 得奖的也是很高兴的事情 但语音识回忆的话 其实是整个华人世界里头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那这本书也即将会有英文版 就是加拿大的一个学者 把它翻译成英文 听说日文版也在进行 但这些权利 其实于老师很客气要我去授权 但我觉得这个权利 我其实还是都把它保留给于老师 我就让于老师去做这些授权 然后我想这样也比较清楚 但我很高兴做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在整个出版的三十年里头来 我觉得这一趟的旅程 或者这件事情的旅程 是非常非常的梦幻 你刚刚为什么说 就是白老师的书 在你那边出等等之类的 是你老板帮你打架的基础 原因是什么 就因为其实我当 我老板吴总盛博士 他当年就帮白先生老师 复刊了现代文学 那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笔钱 然后把现代文学 这么重要的文学刊物 然后复刊 然后留下了当年很多作家的 重要的文学的评论 跟他们重要的第一部作品 那白老师 你应该在那之前的 那个锦默十七岁跟镊子 他是在 最早是在城中出版时 后来在远景 后来才回到云城 那跟这个是有关联的 但是这两本书也 从此就留在云城留的三四年 那其实我也很感念 白老师这本书 其实也是云城很重要的一个 代表性的作品 那我必须说 因为这其实是因为老板 那当然云城老师 其实他会把书交给我 因为跟我老板有关 其实因为 就云城会成立跟 我老板 吴东森 他在哈佛念书 他认识很多的学者 像黄建兴博士副院长 或者像陈秦南 或者像康乐这些人 他搬了出版社 帮他们出他们学书书 我想这是有一个 时代的跟当年的一个源源 那我觉得我是很心愿 承接这个脉络 但是我也很努力把云城 为是他应有的一个 我想人文的一个路线 对我来说还是 我从来没有放弃的 而且还是云城的特色 而且在台湾现在的一个 出版的一个氛围也好 或者一个市场现况 里头也好 我觉得他其实还是很值得 去投入心血 去灌溉 去支持 去经营的 其实我手边有一本书 我去年有在 我们图书馆的粉丝页里面 推荐过这本书 去年的时候 推荐过这本书 这本书叫做 《畅垮柏林围墙的传奇诗人》 它是沃尔夫·比尔曼自传 这本书很好看 我很想要问说 你当时为什么想要出这一本书 我觉得很多书 真的是都有它的一个因缘 我不认识博尔曼 但是我同时认识这本书的译者 但我会认识这本书的译者 是因为做很多中国 流亡作家的作品有关 那这本书的译者是廖天奇博士 他其实也是中国笔会的 就是笔会的会长 那他这本书的译者跟介绍者 那我们讲这个作者 沃尔夫 他其实是在廖亦吴 我的作者廖亦吴 流亡到德国去以后 经常往返的一个作家同行 那也是一个音乐的一个同好 所以他们经常叫 所以我对这名字完全不陌生 所以当我看到这本书稿的时候 我就决定一定要把它做出来 而且它虽然只是一个 个人的一个生命史跟生活史 但是它其实就是把冷战的 或者东西德在分裂 合并以后前后的一个时代 用它个人的生命 把它串在一起 所以它非常的重要 而且里头 其实它也有 John Bass John Bass从美国到德国去 还特别去看它 然后他还特别 带着这个作者去听 这个作者所不能参加的音乐会 所以这里头有很重要的一个时代的记录 包括德国的那个 诺贝文学党得住格拉斯 他们曾经也是好朋友 后来因为政治立场 其实就也不再往来 他不只是文坛密信 我觉得他就是德国的一个嫌疑 近代的一个嫌疑 你对于这个反抗独裁极权统治的 似乎特别有兴趣 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是因为你经历了时代吗 是因为当年在你年轻的时候 有经过什么样的事件 应该 其实我觉得我的反动 有时候是被推着走 是因为我接触到这个作品 而我会看到当我们这个社会 或者是我们周遭人 都不太意识到这件事情 会对我们的一个 真正的影响跟危害的时候 我就特别想把它做出来 那我真正的一个 第一本书跟直接以反为出名的 可能就是我做一本书 叫《出中国记》吧 《出中国记》的作者是康正国 他应该是我做的 所谓流亡作家里头的第一本书 因为做了《出中国记》之后 后面所有的流亡的作品 包括《西藏突破议题》 就跟着来了 那本书本来是他的一个传记 那本书的传记本来就叫 《我的反动字书》 但其实也非常好看 那当年余英史老师 为这本书写了非常重要的 推荐跟导读 也很精彩 但这本书 因为它叫《我的反动字书》 我就觉得题目很平常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作者 后来是从中国 他因为自己的一个 不服从的一个态度跑到了 后来没办法进入于他的社会 必须到美国去生存 所以我就把他的书名 因为我突然想到《出埃及记》 我就把他的书名改成《出中国记》 就没想到后来 所有这些出中国的这些人 就慢慢的 作品就慢慢的来 那因为我也不可能每本都做 我后来就选择有代表性的 那其实包括李杰跟廖宜 我事实上也都是康正国 介绍给我的 那我觉得其实 我会选择是那些 更重要的 可以超越时代留下来的作品 李杰的文化评论非常厉害 料理我的底层的书写 非常真实 非常深刻 它最新的代表作 我觉得是当武汉病毒来临 我觉得是非常好看的一本校说 当武汉病毒来临 是 我要问的问题其实是 为什么现代 比如说在台湾的人 对于这些比较看起来沉重一点的 政治议题或者是历史的脉络 没有那么有兴趣 在某个原因上是因为 他可能在他的人生经历里面 可能是成平的时代 或者是现在年轻的人 可能不见得对这样的东西 非常有感同身受的感受 是因为他这个 从出生到现在 可能或许没有接触到 极权的统治 或者是你说戒严时代 或者是六四天安门的时代 或者是任何有相关的东西 就它不存在他的世界里面 那对你来说 你是在什么样的时刻 忽然体验到这样的东西 对那样是重要的 这个其实还会回到一本书 那本书今天这边没有 那本书叫 《结构党国资本主义》 那是我开始 比较清楚的 看见党国 到底怎么样在运作的那本书 那时候我是那本书的编辑 那本书是陈舍文存的第一号 那其实我是一个中文系 毕业的学生 文学院的学生 我本来其实是活在 自己的世界里头 本来就是一个 比较唯美的 比较古典的世界里头 我不想跟这个世界 有什么太深的一个瓜葛 或者抗争 或者是什么 我从来没有参加过 任何的街头运动 但我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头 但我做那本书里 我开始才意识到 这个世界 或者我们这个社会 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有什么我们所不知道的 我觉得甚至我打开 视野 那后来就当立法院 当国会助理之后 我才 之后回来 我才要更确定 自己做出版到底 有什么意义 或者可以做些什么 然后我才陆续做这些书 那这些书 老实说很难做 是因为 即便 你想对这些流亡 你在台湾讲这些流亡的故事 对他们来说 与我何干 你不要想在台湾讲这些流亡 我想今天即便在讲228 大家已经听到228 就自动关机 想说讲太多了 就是一套老调 可是对很多人来说 你就是一辈子的急 或者不只影响一辈子 是一代人 两代人 三代人 会一直影响下来 那这些 这个集体的恐怖 我觉得其实 我们并不是要复现 但我觉得至少用书 去把那部分 去把它保留下来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这是慢慢地 有意识到 有点疼 别人不说 其实我每次 做到这样的书稿 我自己都很难过 我想我连我自己 都看不下去 别人谁还看得下去 所以我有时候 换一种心情 是感觉自己 在像看小说一样 我才棒 其实要有的是 我也是介绍给我的朋友 我每个朋友都做 他们看得很难过 他们觉得一本就够了 所以他们后来 都不太理我 在介绍这些书籍 可是我每次看到 就看到一个不同的东西 我就觉得很精彩 我觉得 说真的 那么多书里头 我觉得它的书是会留下去 不管将来的 中国会变得怎么样 它所留下的一个 时代的一个面向跟新生 你现在在中国大陆的 这些作业是看不到 看不到 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讲 所以思想交流 或者文化交流说 其实有一块 就这些硫黄指的 是我们从来不交流 而且他们几乎是没有声音 而且大家不在乎的 我觉得那我们到底交流什么 交流这种表面的繁华 或者表面的浮光掠影 我觉得时代 应该还有更深刻的声音 我认为这是时代 更深刻的声音 你觉得书是一个 把这些 你说所谓的浮光掠影 或者这个时代所遗忘的事情 留下来最好的工具吗 我不晓得 对我们这五年级 这种 从十本世代 活在十本世代的人 我们的确相信书 我们的确相信阅读是有力量 如果我不相信这个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基本的信仰 或者基本认定 我们不会到今天还在这个位置上 即便我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去 但我还是相信它可以改变什么 就是因为我相信它可以改变什么 所以我们还会持续的在做出版 你觉得你是一个很浪漫的人吗 我是一个很浪漫 我想我应该是吧 我觉得我应该是吧 我想如果 如果是一个很务实的人 当你看到你的书 一直被市场打枪的时候 你聪明的人就应该要喊停 你知道其实去年我在问你说 为什么一直到2019年 你都其实一直不停的在 就十年啦 是 就是有十年的时间 你其实是一直不停的在出 关于六四的书 是 然后你那个时候回答了我一句 你知道我听到那一句的时候 我心里面感动到啊 我其实是很感动的 我到底讲了什么 赶快回放 等一下我们之后录影会回放 其实那一句我一直记得 然后我刚 我刚 其实我下午在看影片的时候 我又看到 你就说 其实你觉得 大国 你已经着重到这么大了 你本来就应该要去保护小的 你怎么会是去打它呢 就是因为去年香港事件 其实是很严重的 我怎么会讲这么瑞士的话 所以我们大部分人到底在想什么 我说真的 因为你去年在跟我讲 你去年跟我讲这段话的时候 我其实心里面是很感动的 就是说 你对我来讲 你会是一个很有 你是一个很有使命感的人 因为你有十年的时间 你花了十年的时间 不停的在出这一系列的书 而且这一系列的书 你非常清楚的知道 它不一定卖钱 短时间内绝对不会 对 让你赚到任何的钱 尤其是 我现在手上有廖亦武的书 我觉得廖亦武 你刚刚说了 廖亦武的书 其实是它写底层很厉害 那我觉得 这个是 可能 maybe 很多人能够去 去接受的 但是你知道有一套书 叫做 六四 六四 事件全程 失录 失录 哇塞 你知道我拿到这个书的时候 我觉得 硬到 它是这样 它记录的 当年发生的 实际上 对 现场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 而且这里 这本书 并不是用小说 或是什么的状态 更重要 它是一个去中心的 它是去英雄的 它是用实际的 时间 为轴的 然后尽可能收集当年 现场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用文字的方式 把它记录下来 它至少把它可以收集到的 对 然后 写下来 对 然后那时候 你知道风哥那时候回我什么吗 他说 他出这件书 他觉得 如果把它当成是一个文献留下来 或许将来的人 他可能要 再从这边 嗯 他可能要 重新 他可能要拍六四的事件 他也可以当作是一个参考 他觉得 这个 他是值得留下来 是 而且 而且 拍这个片的时候 可能是一百年以后 对 就是 你知道那个时候 心里面是很感动的 我想说 哇塞 你是带着这样子的使命感 在做这样子的事情 尤其还有这一本 他因为作者都是 肯定听起来就是 现在 不会赚钱的事情 六四屠杀 内幕解密 是因为那本书 有全部的军队 到底军队在那个时候 干什么 人民解放军 解放的是自己的人民 真正的解放了他们的生命 就是这些部队到底怎么样进军 哪些人 哪些军长 哪些指挥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在讲转型正义 在台湾还没有真正的一个 转型的原因 就是因为 我们并不晓得到底哪些人干了哪些事情 就是连一个历史的一个真正的一个记录都没有 你知道当我听到 那个 风哥跟我说这些东西 其实将来 maybe有人要在研究他的时候 可能要去改编他 或是什么什么 都可以把它当做是一个参考资料的时候 哇 我就觉得 这个人真的很值得尊敬的一个人 那你就你在想 你做这本书的目的 是为了这个世界 而不是为了现在的 立即 马上的消费者 其实是 因为其实我这个其实也是 做的时候 说真的也自己也没有那么讲自己是一个什么伟大 但我觉得这个就是重要 其实我不只做六四 我还做图博 就因为想图博这些人 他们怎么都倒霉在这个地方 那么美丽的地方 忽然他们的文化 宗教 政治全部都被毁 然后必须要流亡 然后到外国去生活讲英文 慢慢忘记自己的母语 到世界各地被人家问说你从哪里来 被人家问一个很存在的基本的问题 所以你是看到这样的书稿 那如果连这个出版都不能再帮我们留下一个声音 当然也不可能做全 你就尽可能做有代表性的 就我做书是这样的一个心态 那我做这样的心态 所以有朋友说 大家不晓得你在做什么 不过你将来在中国的出版室上会留下名字 就是你做过六四 就是你要做六四这么完整的 其实真的也没有 不容易 可能中国本地绝对不会有 当然他们官方很完整 他们官方一定是 官方做的绝对跟你做的完全是两个字 官方的完整跟你做的完整是不太一样的 这个事情很奇妙 就是说当你意识到在你可能有生之年 或者在你这一任你在做这个事情 对这个世界是有价值 但在你这个在职的时候 他不是可以cash out 不是可以换成现金的状态 你为什么还选择去做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我想的就是一种 看不过气不过义无反顾的一个心情吧 我觉得大概是这样子吧 我觉得这样的书 你真的不做吗 就是这个太 我觉得出版人啊 我觉得我们当然是希望自己是被 用出版人这样一个角色 这样一种社会被定为 不是书上这样一个角色被记忆 我的意思说书上 本来就是我们靠卖书为生 但是我们到底要卖什么书 我们到底要做什么书 那跟我们被这个职业的认定 跟我们赋予它的意义是有关系的 我是赋予它意义的 但这样的赋予它的意义 对别人来说可能是没有意义的 那这就是也是不必去辩解 跟辩证的地方 但我觉得每个人 就是你也不用去强迫自己 变成像别人 你也不肯像别人 那我觉得你会做这样的一个工作 你觉得自己做起来是心安理得的 你晚上是睡得早觉的 但也睡不着了 因为卖过出去 就是我的意思说 看数字的时候 对 但我的意思说 其实你会觉得 就是因为觉得它是有意义 这个意义就会变成你的支撑 你在迈入50岁的时候 快60了 快60了 还没有啦 50几 迈入可能55岁的时候 你忽然 你一辈子当了出版人 对 曾经做过广告公司的文案 曾经当过国会助理 对 国会助理真的是很酷 然后你忽然接了一个广播电台的主持人 是 你觉得 这以现代 现代的文化来讲 这叫写杠青年 是 你在心里面有 很大的 你觉得有很大的 说服或是挣扎 或者是突破吗 有欸 其实我根本就没有想过 我当广播人 第一个我不认为自己的声音好 然后第二个我也不认为 我咬字非常清晰 我讲话非常的急 但是 当央广来找我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已经在云城做了 28年 29年了 我觉得他在跟我开玩笑 我没认真想这个事情 可是没想到 隔了一年 又是同样一个人来找我 然后那个时候 我的确想说 那我出版做了30年 我到底还可以做什么 但是我又想 我这个工作必须跟 阅读跟推广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还是答应了 那因为他是一个 公家的一个 公营的一个媒体 那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公共的平台 那就是因为 他是一个公共的平台 其实我也很珍惜 这样的一个资源 所以我就不能做自己的事情 我做的就是一个公共的 那我想那就把 台湾的读 作家的作品 推到这个网络上去 那你不晓得谁会听到 说真的样广 完全不晓得 你不晓得听众在哪里 但是我就想 我就认真的做 但是我觉得 我那个切面是很清楚的 就新世代的作家 新世代的声音 那他们关怀的面向 他们的书写 他们的文学风格是什么 但因为我觉得自己也够老 就是我们多的东西 也累积 有一个累积 所以当我们看这样的作品的时候 我们背后会有一个脉络 时代的脉络 就是同样的时代的青年 在写不同时代的时候 他们的一个对照 我希望把这个连结 是可以把它建立起来 那我觉得这样做下来 其实我自己的收获就是 我重新认识作家 那我觉得每个时代 都有自己的一个声音 那每个时代 关系的声音都 不一样 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那每个时代 这作家得到的养分 也都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自己的收获 反而是最多 那但是我觉得 我最高兴的是 很多来上我节目的作家 我完全不认识 其实我都很紧张 那我当然也有做功课 那很多作家也好 就说 他上我的节目 第一个也很放松 虽然我们没有喝酒 然后放松 然后他讲了很多 他从来没有讲过的话 那我觉得那就很棒 就我们打开了心 那我们希望跟读者 做一个真正的交流跟分享 我觉得那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是 这个也是我们目前做节目 做到现在为止 最开心的事情是 其实每个礼拜 跟来宾有一些交流 那个很交心的感觉 那不是很虚假的东西 那个没有办法骗人 你看完 看回放 你自己就知道 我现在都已经知道 我已经讲了太多了 有吗 风哥 你今天还算客气的 对 我觉得你今天很客气 不是 你们今天很聪明 今天让我坐这个椅子 让我感觉到屁股会痛 所以我就保持一种清醒 我上次可能坐得太舒服了 是吗 讲一讲你跟廖一五 好 出版书的时候 有发生过什么 有趣的事吗 廖一五应该很多吧 对 廖一五其实 他对我来说 是完全不同的 生命形态的一种撞击 是一个酒咖吗 是 但是你可以了解到 他的那种 你想他本来是一个 先锋派的一个诗人 那诗人当然在任何社会 他是属于无产的 是应该属于被歌颂的 会属于被保护的 属于被放任的 会属于被容忍的 他忽然就因为 党独立手势 然后被丢在一个 重刑犯的监狱里头 那个改变他的人生 那我不晓得那个改变里头 包不包快 也扭转他的一个性格 跟他对应世界的方式 对人的不信任 这些其实都会 因为他在那之前 他关义放出来之后 监狱出来之后 他实际上没办法写书 他才转作 底层这些书写 那我跟他接触的时候 他跟我认识的 这种优雅的 做教的生活方式 是不一样的 你在台湾 你看不到真正 像廖义武那样的作家 这没有什么好坏跟对错 我的意思说 像那种生命 那就是一个环境的问题 是 然后他的个性的问题 然后从那环境出来 例如什么 他的环境 没有你看他其实就是 有时候你觉得他很草莽 那你觉得他很多 草莽 对 这种个性很草莽 是那种冲撞的 或甚至有点出入 对 出入 然后有些 你会觉得他 也感到一种市井气 就是市场市井气 那这个 我很难具体的描绘 然后那你看 你看你跟他吃饭喝 一定是要喝酒 而且一定要喝高粱 那不是这种小汁喝的这种 小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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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酒 所以咱们今天喝的是小汁 我们今天喝的是小汁 我们喝一杯喝一杯喝 等一下我们小汁喝一下 小汁就对了 等一下我这到底小汁要喝什么酒 但我觉得他 但是我觉得他的 他的那个形态是我完全 不能 不熟悉 但我觉得 我也不敢说我完全认识他 那我第一次到柏林去 就是因为他得到2012年的 德国书业和平奖 这个很重要的奖 那很多作家 包括帕木克 以前德国诺贝文学奖 都先得到这个奖 他的重要性是可以 可见一半 他在欧洲的影响力 其实他的作品 事实上是管外流传的 那他的因为 板税跟稿费的收入 他也可以在德国买房子 从自己开始就专职的 更能写作 所以他的书是有翻译成德文 各多 很多各种语言 所以他那个翻译得很好 那他唯一卖的最不好 其实就在台湾 那当然他也没有怪我 因为我也很努力在帮他推 但我的意思是 因为这种写作的 这种沉重的 完全不对台湾的一个口味 为什么啊 为什么 我其实很想理解说 到底为什么 我真的很认真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只是说讨论 这是一个社会现象 就是说 我有发现 我们不太能够吃得进去 很沉重的话题 是 不要说电影 或者是书 这一类的东西 就包含我们人跟人之间在聊天 比如说有时候 我们会聊到原生家庭的问题 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 那那个里面的内容 肯定是很沉重的 是 可是我们要探讨的是 过程的事件 对 可是它一定会有一个结果 对 那个结果不是说 我现在怎么样了 不是 而是 你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理解了什么 是 你经历了什么 对 你经历了什么 所以你理解了什么 你克服了什么 你怎么去看待什么事情 那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很宝贵的经验分享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情绪病 是 可是我发现很多人 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听很沉重的话题的 或者他愿意真正的讨论 你看 那还是跟你生命切身相关 如果 连我们自己生命切身相关的 我都不想知道 你何况对他人的苦难 拜托 这是廖义 或者是这些中国的流网作家 所以 你想我们今天在讲言论自由 或者出版自由 但这一块 其实当我们有这样自由阅读的时候 其实我们又不关心这件事情 我就觉得 就很不能理解 就别人的苦难 到底跟你什么关系 但除非这个苦难降临 到你身上的时候 你才有知觉 但等到你有知觉的时候 那个反应其实都已经太慢了 我是想把这个记忆 实在记忆去留下来 当然它也不可能改变什么 而且你说真的 在它这个书写的里头 这些故事里头的那种 到底有多少的一个 真实的或者虚构 其实当然有一些朋友也会质疑 但我觉得他们真正的 其实是不想看这样沉重的 人在一个宝贵有限的里头 他还去读书 所以当一本书 其实很多的书 我做的书 有的时候 我一本书 结果就是别人书的两倍 文字量来说 我不敢说内容好不好 但我觉得那个文字 因为阅读的时间有限 大家其实也没办法读太多的东西 也没办法承受太重的东西 所以当我们讲时代进步 好 我们的阅读到底有没有进步 就是你看我们在国中的时候 我们在之前私下路聊天的时候 我就想 我会有时间念卡拉玛祝福兄弟 或者会读 和平 战争与和平 是我在高中的时候 那种大把大把的时间 我也不晓得人生要干嘛 我也不喜欢玩乐 那我就 有一本书可以打发时间 我在那个时候读完的 那我再也没有那样的青春 跟时间去读那样大不头的 那我周遭的同世代的朋友 没有人在读书的 他们谈股票 谈测试 谈旅行 谈财务计划 谈人生的愿景 在这些人生的愿景里头 跟数是没有相关的 没有 完全没有 所以男性的阅读 跟女性的重点不一样 那女性的阅读 有自己的一个需求 大人跟小孩阅读 又不一样 你当然可以根据这些阅读 去设计说你所需要 但我通常又想做 跟真生命的一个记忆 有关的直接的东西 但我也不晓得对 还是不对 但我觉得 好吧 市场需要区隔 我们自己的 我需要 至少自己被记得 是一个好 不要讲任性 但是至少允臣的书 是很有个性 是 的确是很有个性 那我很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的这些书 因为其实都是跟 中国流亡的人有关的 在海外的市场 以欧洲 我觉得OK吗 或是美国 欧美一定是OK的 亚洲地区 有没有 受到一些困难的部分 其实这就是很有趣的 如果你是新马阅读的 其实新马阅读花文的作品 比较跟台湾的流行的阅读 是有关的 这是非常有趣 然后我自己看这些 海外它也没卖得很好 是每个流亡的人 觉得自己可以写出 更精彩的 更丢的 流亡的故事 好 然后这些故事 好 然后台湾人 台湾人又觉得 快写快写 然后台湾人又觉得 这些书 跟我们有什么相关 这样的中国 我也不想认识 跟我没有关系 那这些人遭遇 不会是我的遭遇 这是大概我 我所自己知道的 但对我 我来说就是一个作品 出现的时候 在你眼前的时候 你觉得它是一个重要的作品 觉得它是一个超越时代作品 你觉得它是一个好看的作品 你就会想要把它做出版 我就不会去想太多 那这也是韧性的 但这种韧性 没有其实还有一种 不相信的世界 会终究对待这样的作品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 是很妙的一个点 就是说 或许在台湾 因为成平了蛮久了 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 因为成平了蛮久 我们会比较在意的是 咖啡 今天可不可以煮出 一个特别的味道 就是酒 有没有办法 弄出一个特别的味道 或是 某个料理可被弄出一个特别的味道 我们会在意这些很细微的东西 但我们可能没那么在意 历史发生了什么事 中国大陆发生了什么事 或是这个 除了台湾这个小岛以外 发生了什么事情 或许 但是并不代表说 譬如说 有中国大陆有非常多 移民到美国去的华人 他们不想要理解 以前中国大陆发生什么事 或者是 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 除了华人以外的 社会的人 需要去理解 中国大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我觉得这个东西本身 它是很有价值 是说当你把 这个全球化这件事情 摆在知识的领域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东西其实是 以全球化的角度来讲 它是非常有价值 或许只是在你 身处的这个小岛上 没那么 急迫的需求 是 但是 有的时候就是很 就我觉得真诚明过太久 但即便你说这场 文遗症 武汉肺炎 是上帝按下的一个 停止间 或者战事间 但我觉得这个 并没有回到 阅读 这件事情 我看有很多朋友在追 网费 在追局 然后读的东西 其实跟这种生命的反省 其实或者这种历史的 也不是那么直接相关的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 我不晓得 但我觉得就是反正对我来说 我觉得看到一个书 我觉得该书我就把它做了 那读着 我们能够尽量推 就推 但我觉得这个推广 真的是很困难 就是除非哪一天 他真的 廖义伍的书他要卖 我有跟他讲过 你除非得到诺贝文学奖 不然在台湾 他应该很难被注意 好 那在中国大陆 他又进不去 好 然后香港 或者是新马的阅读 阅读就跟台湾 比较流行的阅读 比较接近的 好 那海外很多人 也不见得喜欢廖义伍 所以他每个人觉得 自己可以写出 自己的好的东西 这个其实 对我今天好像讲太多 但其实我觉得 以台湾来说 他不去理解 六四这件事情 或者是白色恐怖这件事情 或者二二八 甚至是二二八 有一个原因 因为政治 是 我们现在其实 几乎都只有蓝绿 我们不去探讨 事情的真相 是 那我们很多时候 都是有很多的 你知道情绪啊 你知道 对一件事情的那种喜好啊 跟撒尿牛丸一样 一整包 就包出去 然后就开始讨论一件事情 可是其实 他是没有 不会有结果的 是 他必须要把它解构 就是二二八 他是单纯就这个事件 他的确就有这个事件 白色恐怖 他就是有白色恐怖 我的意思是 就是很多 很多人都会把它变成是一个 蓝绿 斗争的一个 产物 你知道吗 有的人会觉得说 二二八都已经过这么久了 到底为什么要每一年都提起他 我很想问 那德国 你知道 犹太人 纳粹事件 为什么 他们就可以 人 基本上 这个我的解读 就是人基本上 时间有限 他 对于他在意的事情 他会很认真去研究 他对于他不在意的事情 他就 用一个很简化的方式去理解 对 然后还有 基本上就是这样 对 就很单纯的事情 如果你家有一个 譬如说你爸 十二八事件的 受害者 哇 我跟你说 所有事情你都会理解到 非常清楚 是 绝对比这个世界上 所有人都还清楚 但是因为如果你家里 或者你身边 没有任何一个人 跟二二八事件有相关 你就不会想要特别去了解 因为他们家死多少人 关我家什么事情 就这么单纯的事情 就很简单的事情 这个事情重不重啊 这个事情重要 但你说 以这一个没有任何亲友 是跟二八事件相关的人来讲 甚至他没有跟六四天 他们有任何相关的事情 的人来讲 他只是一个 老子在这边 卖霸 在彰化卖霸玩的一个家族而已 你觉得他为什么要了解这些 他可以了解 他也可以不要了解 OK啊 你知道我们也有啊 就是因为行册 这个其实是蒋卫水 当然一个原始 是 那他 他其实是一段历史 是 蒋卫水他是一个 是 对台湾来说很重要的一个人 是 他是抗认支持 是 那你要认真说 他也是统派的吧 对不对 你要认真去探讨他的话 因为他写那个中国 那个病症期就是 就是那个 斯维里头写的事 对嘛 然后 然后我 你知道我有曾 因为我要 以前之前要导览啊 然后跟他讲说 哦因为我们这边 以前是蒋卫水 大家一个原始啊 什么 然后就说 哦 我对政治没兴趣 是 哦这 他 这是一段历史 就是 没有人想要去 想要去理解啊 真的 然后我就听到这种 这种东西之后 他就会直接 啊就挡在外面了 我就 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 很好 我后来 我后来慢慢可以理解 就是说 当你在做这个 跟 跟历史相关的事情的时候啊 你不要去祈求 所有人都可以 当下就可以理解你 是 因为 他们如果 生命的状态 跟样貌 跟他的需求 没有在这个 这个时空背景的状态下的时候 他是不会理解 你现在在做的事情 有多么的重要 或有什么意义的 但如果你很相信 你自己做这件事情 是很重要的 他可能在你死后 或者是 五十年 一百年之后 他会成为一个 或许是呈堂证供 或者是 是 一个当年留下来的 一个历史记录 是 或是可以被人所利用的 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现在在为历史 做准备 是啊 是啊 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使命感的问题 就是你 你不用很在乎说 我现在马上立马要 所有人都要认同我 说你做这个事情 很棒 拍拍手 不是这样的吗 就不可能吗 这不可能的事情 每个人的追求 其实也都不一样 你看这样 就不要讲台湾 如果大家讲这个很政治的话 你看有时候看 我们看那些电影 或者是书 你看即便在 德军在你这样的霸离 也有人在反抗 但也有人一样照样 过着 好像没发生什么事 即便德军在占领 他们一样过着 是那样的 各我生平的一个生活 那的确也会有 那我觉得每个人的追求 都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 因为有个历史 你增加自己的生命的厚度 但有人并不需要 那样一个厚度 是 他只到哪边 可以知道好吃的马卡龙就好了 有时候譬如说 欧洲人拍电影 他拍德国人 镇压犹太人 我觉得很重要 重要 绝对重要 但我想不想看 可能没那么想看 是 那他就会摆在比较后面 在我的想看的list上面 我想看第一名 可能是 你知道 星际大战 对 或是什么之类的 跟我生命比较有切身相关 或者只是单纯想要发泄 当那个重要的历史议题的时候 我跟我切身相关 我会先想要看 跟我没有那么切身相关 我会放后面 但这个其实很有趣 因为汉克讲到电影 我就想到 好 如果你不了解 刘太人 或者不了解 这种 刘太人被压迫的 历史 或者一个背景 跟阴影 你就 你看火战车的时候 你就不会想到 那个 那个短跑 那个选手 为什么对这个 近战 这么看重 甚至因为 自己花钱 违反这个规定 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感受是不一样的 就是你 你可能有个 就是他那种好生心 那种不服输的 其实那种 抵抗的精神 其实也就有出来 我觉得所有的事情 你有一个历史 做一个脉络去理解 其实你会看到 但是每个人 对日子的选择 记忆是会不同 那我觉得反正 其实我后来想 我也不用想说 指望大家 因为本书就改变了什么 但是我觉得至少这书 反正就做出来了 留下来了 有一天他可能就会被 某个人看到 就好像我讲过 我会在学校的图书馆 拿到一本摆档的人 后来想到 人生一生也都在摆档 但那本书 事实上 我觉得他跟他呼应 是种生命情境的一个对照 那到底 之后还会有谁接到 我就不晓得了 我觉得每个人 对不一样的事情 你的要求是不一样 比如说我台中人 我对那个霸丸 肉圆的要求 跟彰化人就会要求的不太一样 那我们中部的人 跟北部的人要求 又会不太一样 所以那个要求是 你如果不是在那边的人 你不会理解的 那我们 我们自己的要求是 我们自己人 可以理解就算了 你也不要要求说 你别的地方 比如说台东人要理解说 霸丸应该要做成什么样 你不要去想这件事情 或是中国大陆人 要理解霸丸 要做成什么样 不合理 超过他的生命 对不合理 就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但我今天 我如果觉得霸丸 是一个很屌的事情 我就认真做霸丸 把它记录成一本书 好好写说 我吃下去的口感 彰化某个路跟另外一个路 两家不同的霸丸 到底有什么差别 那个老板第一代 跟第二代有什么差别 我如果很在意 我就好好把它写下来 写下来哪一天 有一个中国大陆 来台湾的人 就会跟着这个 你写下来的东西 霸丸路线 对霸丸路线 去好好去寻根 对我来讲 那个就是 对 有达到我的目的 而且历史也讲到了 对就这样 事物的历史 对嘛 那我也不希望 所有中国大陆人 都要理解这事情 不可能的嘛 就是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不过六四事件 是不是这件事情 所有的事件 画面 新闻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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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其实都是被中国那边 封锁起来的嘛 是 完全的封锁 是 所以他们 因为他们 你检索不到 你检索不掉 你问一个十几 二十岁在现在中国大陆 谁知道六四是什么东西 就好像你今天讲二二八 其实没 大概没发生 就你不知道事情 就等于是 没有被记录的 没有被文字 或者影像记录 等于就没有发生过 你问台湾现在二十岁的人 二二八是什么东西 他们其实没什么感觉啦 没有感觉 但我跟你讲 这边现在有一本 很厉害 我们要不是小学 有听过那个二 那个六四的那个 卡带 我那时候我小学的时候 什么六四的卡带 那个时候六四 天安门事件 是我们 我十岁的时候 你应该是十一岁 十一岁小学啊 对啊 我小学三四年级 我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 那时候会唱那个什么 梦上眼睛 就以为看不见 对 就差不多那个 梦上耳朵 就以为听 那时候风歌应该差不多 大学 那时候我在当兵 当兵 但那时候六四 我对我来说 最迫切迫生的 是因为那时候快退 我想天哪 这下我退不了舞了 又开始被管制休假了 对对 因为那年夏天就要退舞了 会加强战备 警备 其实那个事件 对我来说印象很深刻 因为我们学校每天都在 我们都 每天下课都一直听到那首歌 对不对 每天 每一天哦 然后回到家 新闻 也是一直不停地在播 一直不停地在播 然后为什么长大以后 就是你现在 就回过头 要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们完全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是 是 哇好神奇啊 这真的是 那就不在他的雷达之上 不是 是他们全部都封锁了吧 那就是一个楚门的世界啊 对啊 而且现在 是他们完全封锁 没有 现在台湾 你说如果六四那天 跟鬼灭之刃同时上档 你觉得新闻台要报什么 当然是鬼灭 当然是鬼灭之刃啊 我的意思是中国 我说台湾啊 你不要讲中国 你说台湾就好 鬼灭之刃跟六四天 他们同一天上档 但是我跟你说 我们每一年的六四 我们都还会 还会有人不停地 在提起这件事情 是 然后网路上面 这些画面 这些新闻事件 其实完全都没有被锁起来 是 他还是可以看得到 是 可是我说的是中国 那边是完全没没看到 那绝对是不可能 哇 那真的很酷耶 你不觉得真的很厉害吗 怎么 怎么可以锁成这样 所以你可以理解说 呃 以前 什么我们念那个 皇 皇帝 什么 呃 隋唐 魏晋南北朝 那个 那个历史这样写下来 是 其实那个都是后 后面打赢的人写的 是 打书的人都没办法写这个历史 OK 好不好 哦 所以没有人最接近真相 其实应该是这么说啦 其实问九天出一本书 叫鲜花的废墟 鲜花的废墟 做的是张承志老师 他其实 张承志 他其实是中国作家协会的 副主席 但他其实也是灰族 但他写的就是 他曾经写过圣者的历史 圣者历史 是他讲的是在讲西班牙 像你看基督教 或者天主教 跟阿拉伯 跟阿拉伯 永远是赢的人 在讲那个历史啦 这个其实就是 任何一个朝代 任何地区 其实也都是一样的 是啊 蒋介石就打输了嘛 所以 就所以历史就写的 比较差一点 你说蒋介石本人吗 对啊 当然啊 OK 这个就是 我跟你讲 这个就是胜者为王 败者为寇啦 就是这样 历史就是这样的 我跟你说 我现在要 那个 历史如果输的人 还可以再出一点输了 来 来啊 我现在要案例一本书 案例 案例 吼罩1989 很重要的一本书 吼罩1989 谢三泰 这一本书呢 它是一本摄影集 谢三泰 它本身是一个 台湾的纪时摄影家 纪时摄影 对 纪时摄影 这本书一定要买 我个人觉得 把它打开来看 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 我们会不会有 版权的问题 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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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可以打开来看 三泰哥是OK的 OK的 我们要请人家买 要先看个两面 可以可以 可是这是 这个YouTube上面的 观众可以看得到啦 可是如果是 Podcast里面的听众的话 我们可以 我其实是建议你 直接去买一本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 这个近代亚洲 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 的一个很重要的记录 是由台湾人的视角 去中国大陆拍摄的 这个很不容易 因为我觉得 这跟摄影师的视角 有很大的关系 而且那 的确那场是 意外 就是因为三泰哥 当年去采访 亚银的一个年会 但是因为那时候 他住的地方 饭店离六四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王府井 的离那个 天安门广场 已经很接近 那时候因为他们 当年那个胡耀邦 所以那时候聚会就开始 那这本书的摄影 其实的重要是 因为他是完整的记录 从 胡耀邦 就学生到年胡耀邦开始 一直到六四 解放军开始进来的时候 他到五月三十一号 那天他才离开 因为之后 后来六四就开始屠杀了嘛 他应该到五月三 二十三号左右 就开始离开 因为那时候 真的情况也很紧急 那台湾报社 因为那时候 也不太晓得 后来发生什么事 怕他危险 没有人知道 然后回来 而且他当年 你看他拍那么多影像 这些底片要带出关 其实也是非常的 困难 困难 对 那但是我觉得 这很记录 他留下了一个时代 你看这里头 有一开始那种 热情的 心存的 兴奋昂然的 从那种开始 学会的机会 一直到 开始要 要开始增压 开始那种 树杀气氛 我觉得这个 是留下了 很珍贵的一个记录 那这本书 摄影集出版的 不容易是因为 现在在 三代哥本来 并没有想要 就是他一直放在抽屉里 那有一次展览 那因为张大导老师 他们有 有做一个主题 自己展出 那我觉得这个书 没有做成 没有把它印出来 太可惜 何况我已经做 六四的书 做那么多 我从六四流亡者 开始做 一直做到 吴仁华老师的 六四全程实录这些 我唯独缺了 就是影像 所以那时候 我怎么样 都要把这本书 做出来 然后这本书 其实做一本摄影集 也并不容易 我后来总共 大概就花了 一百多万 做成这本书 那我就印两千道 那时候的概念 就是一个限量的 反正你要 这本书 卖一本就少一本 没有了就 也不可能再版 因为我觉得 其实也很困难 但我觉得 它是一个很珍贵的 时代的影像的 一个记录 而且是 台湾的一个 摄影家 他长期的注点 一个人 然后 自己的视角 然后观察到尾 所拍摄出来 好 我想请问 风哥一个问题 就是到目前为止 还剩下多少本 因为我印两千本 目前为止 大概还剩下 九百本左右 好 我跟你说 线上的观众 注意了 我们的观众 大概有两千多个人 九百本 很快就卖完了 请等一下注意 底下的讯息 好吗 点开那个 有个三角形 底下会有这本书 你是说在YouTube上面吗 对对对 YouTube上面 Podcast我觉得 你可能要自己去找了 找一下 这本书叫做 吼叫1989 摄影作者是 谢三太 这是一个很值得 收藏的一本 非常值得 因为总共 这个世界上 就只有两千本 卖一本 少一本 你现在买到一本 就是两千分之一 但是有很多人的书 可能已经弄不见了 所以可能剩下一千分之一了 好不好 那再过个五年之后 就剩五百分之一了 所以你的书 只会越来越值钱 过个十年之后 这本书可以卖到 大概两三千块 所以你 绝对是买到赚到 这本书 定价是新台币 一千五百块钱 再过几年就三千块 再过几年就六千块 绝对是翻倍价 而且他的影像主编是张兆棠 张老师 对 这非常值得 收藏的一本书 而且你看那里头 多少年轻生命 就这样消失了 这些人只有出现在这本书里头 他之后就再没有 在这世界上存在过 我觉得有的时候 你看到这样的摄影集 我觉得 当我们在讲人道关怀的时候 我们到底其实想 我想的其实就是一个 生命的一个独特性 跟它存在 跟它的一个价值 跟消失 是 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 摄影就是 对我们来讲 就是决定的瞬间 你看它里头照片出现了个板车 一开始板车可能是运送物资 可是后来那些板车 实际上叫运送学生 运送军人受伤的民众 甚至死亡的这些尸体 你看这个 当然就是 当然你也看到这些 六四名运的这些领袖 当年年轻时代那种 那种精神 那种身材 我觉得它重要 就是一个时代的纪录 我觉得重要 就是一个时代的纪录 而且我觉得影像 在某个程度上 它没有带太多的偏见 是 它就是一个记录 我的意思是 它就是一个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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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攀墙的 或许有局部的偏见 但是 因为你取一个镜头 你一定有自己要取的一个角度 那受限于你所在的环境 你还是会就是尽可能去拍 那尽可能的观照 那它其实也不只有拍学生 它也有拍参与的民众 拍与附近的一些当时人 北京城里头生活这些影像 我觉得它生活的气味 很真实 很清净 反正简言师 我是觉得 风哥出的书 都有值得看的面向 是 都有这个时代赋予它的意义 有 因为其实我们 我是带这个角度在做书 就是 我觉得如果 对我来说 意义是一件很重要的 其实很多书稿来到我这里 我如果找不到 意义 这本书写出的重点 或者对我来说 它的意义是什么 我有赋予它的意义 如果没有的话 这个书我就不做了 所以很多书对我来说的选择是很困难 所以我选书的重点也跟别人会不一样 所以因为你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它书卖的不好 其实是正常的 我觉得 那我问一个问题 你会 你会拒绝出版吗 你说拒绝出版是 拒绝 譬如说人家想要请你出他的书 或者是什么什么书 然后你都怎么拒绝 你有拒绝过吗 有啊 其实有 就是我觉得 因为我刚才说我这个真的有限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跟我们的主题不合 就很多人来找我出书 然后甚至也不晓得云城是做什么书 然后他连云城的书都不管 我记得有一年书展有一个读者来 有一个作者 他是一个作家 他说他是一个作家 来这边想找我出版书 他跟我约在云城的书展的摊位见面 他要到我们公司来出书 然后他在云城的摊位进进出出 那么多书他都没有看一眼 那本书都没有买 我说如果你对我们的书是这样的一个态度 我为什么要帮你做书 这么多书 没有一本书值得你买 或者没有一本书值得你去看的吗 那我为什么要帮你做书 我说你让你对书的认识是什么 其实我对这个是很在意的 那当然我态度上不会那样表现 但我觉得那就是不可能 我不可能帮一个没有sense的人做书 没有 对 我觉得 但通常他真的想要问你 也是因为他有这个需求 所以他想要问你 也是你如何很客气的 婉转的拒绝人家 有的就是说 我没有做这样的系列 没有这样的一个主题 那我就跟我们的风格 或者我命令数已经满了 我就会拒绝 但我就是真正认定是这样 一个就是好的作品 然后那个他有打当我 他甚至不知名的 没有出过书我都没有关系 我也可以陪他一起把那书做出来 明白 我还是觉得你是一个 就是 很任性的人 很任性 有使命感 很浪漫 就 我觉得是很棒的事情 很屌的人 这个 这个应该说 这个年代比较缺乏的 一种 相对理想的性格 就大家都 都有想过要做类似的事情 但都做不到 但这个很奇怪 我觉得在我们那个年代 在我们年轻的时代 这个有理想的人 其实是到处都 晕得到的 但称下的人很少 是 但我那时候看到 画是个人好精彩 我那时候经常很自卑 我在学校遇到那些 大学的时候遇到那些人 我觉得每个都好厉害 好精彩 但后来就没有 对 他后来都像现实所屈服 就崩坏了吧 其实我也很想屈服 但是没人让我屈服啊 这个再很糟糕 什么意思 就是没人让你屈服 什么意思 这个也很难具体的讲 很难具体的讲 我对于说 还是他 不够 就是 我觉得 其实我真的是 我觉得做书跟做 就是你遇到的 就是 你遇到精彩的人 跟书 你都不会去放弃啦 我觉得就是 现实 我们对物质说真的 没有那么看重 但我们希望自己过好一点 穿好一点 喝好一点 但我觉得 我是五星级的 高兴跟满足 不如我去搭铁厅 这种路边的 旧的铁道片 旁边这样一个居酒屋 很吵杂的 那旁边有的时候 还有人吐的 闹酒的那种 我觉得我对物质的需求 是没有那么 相对没有这么高 所以我们也不是那么容易 可以收买 那我觉得收买 能让我打动的 其实一定要很特别的 是否 在某个程度上 心灵的富足 跟物质的富足 是没有办法同时满足的 你觉得 我觉得是 我自己在书展的时候 我发觉 那穿西装 必挺的 或者噴香水来的 大概都不会买书 就路过而已 但是有一个身上 闻起来臭臭的 然后背个袋子来 这可能就是 卖的书都少了很多 哇 我想到那个 过于喧嚣的孤独 对 过于喧嚣的孤独 但是因为 这是我自己在现场 我自己看到的 就是 就是你看 我在书展的时候 有一次帮同学买杂志 然后有一个妈妈 带个小朋友来 那小朋友来买字典 我本来很高兴 要买给那个小朋友 不是因为我卖到一本书 而且他对字典有需求 我觉得很棒 就妈说 这不用买呀 网路查就有了 然后就把小孩拖走了 我那天觉得 怎么会是这样子 怎么会是这样子 但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今天 非常谢谢风哥 来我们的节目 然后某种程度上 我觉得也 让我了却了一桩心愿 什么心愿 就是我去年那支影片 一直还没剪出来 终于有机会 终于有机会把它 变花絮出现 变花絮出现 然后今天也有机会 推荐我一直 放在心里面的书 真的 谢谢你们的邀请 我聊得很愉快 然后聊得很真诚 然后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 很棒一场交流 我觉得就是 能够做分享自己 我觉得自己 没那么重要 但是我们做的事情 是希望 可以在时代里头 留下记忆 然后它是有点分量 可以被值得去 重复的去回味的 我觉得那就很棒 这样的认识女生 就会很棒 我补充一个点 就是我觉得 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个人 真的那么重要 但是我们如果 可以敞开心来 把自己经历过的事情 分享出来 它很有可能 可以变得很重要 那可不可以变得重要 并不是我们说了算 是听众觉得 他有没有 get到那个点 但我们能做的事情 就是我们 讲我们想要讲的事情 所以今天就是一场邀请 是这样 最后问一个问题 还没有完 最后一个问题 好 你觉得你是一个愤怒的人 是啊 但愤怒是我的动力 为什么说六四 为什么说突博 为什么说流亡 但是就是因为愤怒 为什么说那么多 文字那么量 重的书 因为我觉得就是愤怒 我觉得我们的阅读 应该不应该这么担保 我们应该阅读 更多的东西 我终于可以理解 为什么我跟很多愤怒的人 都是好朋友 为什么 然后让我自己过得 不是很好 不是很好这样子 为什么 我身边的朋友都很愤怒 是吗 是啊 包含我吗 对对我老婆 就是很愤怒的一个人 之类的 好哦 我可以理解 我可以理解 慢慢可以理解 好哦 我会试着接受他 放下他 请问你现在这样子 我到底要什么结尾 对我们现在不知道结尾 你现在这样子 我要怎么结尾 我们今天感谢风哥 来上我们的节目 然后你结尾 我觉得我现在真的很难结尾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很难找到一个 那样真诚 跟他一样 对于陌生人 可以好好的坦漏 他自己的状态 或者是心事的人 或许他是一个伪装的高手 或许他是一个 赌徒 但我觉得他的赌徒的性格 让我感到非常的欣赏 而且我也希望 他接下来会越来越好 但我经常赌书啊 我们谢谢 风哥我跟你说 他也不见得赢好吧 谢谢 也很开心 谢谢 谢谢 谢谢风哥 谢谢 好棒哦 四个小时 基本上根本就太合了 对啊 都不会太冷了 两个小时 必须是一个小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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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电子上来